男人将他的双手绑在栏杆上 周围枪铃弹雨想逃又逃不了 没准下一枪就会要了他的命 女人被吓破了胆 而就在这时 一只凶猛的丧尸发现了他 可双手被死死绑住 前拉后拽也解不开 眼看着丧尸越来越近 他咬紧牙关使出了吃奶的力气 总算将栏杆拽了下来 接着就跑上楼梯 准备从窗户逃出去 可外面也有两个丧尸疯狂地拍打的窗户 女人被吓得瘫坐在地上 转身想跑跑 差点又被一枪爆头 缓了好一会儿 还好没有受伤 刚找个墙体当作眼 又来了一波乱射 此时外面的两拨幸存者 为了争抢避难所 已经杀红了眼 不管朝哪个方向跑都不安全 刚看见两个幸存者 端着枪冲进来 吓得女人立马躲了起来 可那两个人还没有走远 就被当场射杀 吓得女人大气也不敢喘一下 幸好这个大胡子眼睛不好使 没有发现女人就藏在她的身后 等她转身离开 女人总算松了一口气 可还没走多远 就看见两个幸存者 正在举枪拼杀 一个戴帽子的女人 当场被射杀 可就在这时 男人也发现女人 接着就举枪对准她的脑袋 可下一秒 没想到是一个女人 杀了男人救了她 看见黄种女人 与自己有的相同的肤色 才发了散心 可下一秒 突然出现一只丧尸 将女人扑倒 此时黄种女人 已经吓破了她 可想到对方刚刚救了自己 总得还个人情 拿着棍子 就朝着丧尸的脑袋一顿敲 接着双手套住丧尸的脖子 趁着间隙 女人捡起地上的手枪 二话不说 对着丧尸的脑袋就是一枪 女人虽然得救 但也被吓得够强 再晚一步肯定就会被咬到 还没来得及说声感谢 就看见天上出现一架飞机 丢下了一个救援物资 转身一看 红一男就在她的身后 经过一番厮杀 虽然另一伙幸存者武装 已经被残杀殆尽 可自己这一方损失惨重 而就在这时 刚刚就她的女人 举起一把枪瞄准她 原来她和红一男也是一伙的 此时的红一男 没打算放过她 又将她的双手绑住 准备带着她一起去找物资 另一边 在这场厮杀中 黄种女人一枪没开 带着女儿躲进了浴缸 大气也不敢喘一下 而就在这时 一个拿着斧子的胡子哥 突然走进来 示意母子两人不要出声 金发女被吓坏了 疯狂地想将子弹上膛 看见女人要杀自己 男人也着急地手忙脚乱 下一秒 一个大胡子举着冲锋枪 发现了他们 眼看着就要死在这里 几人被吓得不敢出声 幸好大胡子这个时候 也听到了飞机的声音 心想一定有物资丢下来 也没心情搭理他们转身就走 几人才捡回了一条命 可男人却吓破了她 直接跪下来请求金发女饶命 说自己并没有什么危险 而且可以带他们去机场 两天后会有一架飞机 过来接走幸存者 可金发女不相信就要扣动扳机 谁知这个男人有嘴滑舌 说可以向上帝发誓 以前自己是个修飞机的 在机场工作 而且自己一直躲在这个房子里 只是想活下去 原来在女孩上厕所时 躲在门后的男人就是她 听她这么一说 金发女也放下了防备 准备让胡子哥带路前往机场 可她带着母子两人 走了一个上午 却连机场的影子也没有看见 气得金发女直接骂娘 接着就动了杀心 为了不让女儿看见自己杀人 举着枪要挟男人 将她带到了一边 然后就让她跪在地上 可还是被女儿发现 她走过来为男人求情 金发女只好忍了下来 准备找机会偷偷杀了她 可男人也不傻 早知道金发女已经动了杀心 接着就带着金发女 找到了一处新的避难所 就是想告诉金发女 老子土生土长在这里 还有不少好地方 杀了我可就没有好处了 另一边 红一男带着人刚找到物资 却突然发现情况不对 前方不远处同时出现一只幸存者武装 为了抢夺物资 接下来必定会有一场厮杀